昨晚睡一个好觉 终于休息过来了 整个今天早上 这个身心呢 特别的舒服 那 现在早上起来之后呢 感受一下这个海 坎坤的这个气候啊 坎坤呢属于这个热带雨林气候 这个地方呢 是我昨天看了一下 这个天气哈 它呢 天气预报报是有雨的 但是呢 其实每天下雨 就是下一段 昨天晚上也下了 那大家看 从早上起来的话 已经海边有很多的人了 天气呢 是那种阴天 不晒 挺好的 那今天呢 我们就开启第一天的行程 我们这次来的话呢 没有报任何的团 我们不习惯报团 所以我们就自驾游 我一会呢 我查一下 这个好的这个景点 然后呢 驻载车 过去先玩这一天 在这儿喝点饮料 那在这儿呢 无论喝鸡尾酒 还是喝各种饮料的话 我们是在水里面来喝的 所以说在这儿 完全的可以感受到这个放松 那个这个地方呢 坎坤呢 是美国人的后花园啊 老美可以到这儿来玩 所以这个酒店里住的话呢 百分之五十以上都是老美 特意干过来了 攻击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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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假期是 就是感恩节 真的是一年又要快到头了 充满了感恩 本来说好要去迈阿密的 结果今天来到坎坤了 也不错 坎坤很好 坎坤这个风景也好 大家看海的颜色多漂亮 这种湛蓝色的 也是我到目前为止看过最漂亮的一片海了 我想下底游一圈 但是刚才海岸线整个一队来说不让游 因为今天的海浪很大 前面整个海岸线这都是酒店 我说这一片海岸线 这都很不错 在海岸线上 但是没关系 我说上海岸线 你带我去看海岸线 你带我去看海岸线 我去看海岸线 你带我去看海岸线 我去看海岸线 你带我去看海岸线